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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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等着你 那妈咪你什么时候回家 明镜 我不会再回去了 她已经决定和肖茉黎划清界限 怎么可能再回去呢 那里也不是她的家呀 萧衣宁大眼睛转了转 妈咪 你和我的合同还没到期呢 安子清无语 这个熊孩子又搬合同 你等着 我赚个五百万付你违约金 那妈咪也要等还了钱再走 萧衣宁狡黠地笑 妈咪可是签给了还语 分多少片酬 还不是她说了算 一国的暗夜总部 萧莫黎薄唇紧敏 坐在电脑前 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 旁边还有十几个技术人员 同时紧张地在电脑前忙碌 苏然在旁边屏息看着 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 看萧莫黎的样子并不轻松 萧莫黎忽然松了口气 双手在键盘上最后敲了几下 苏然也跟着松了口气 待那些技术人员全都出去之后 怎么样 我刚才反追踪的 那个攻击者的IP 范围锁定在M国 又是劳伦斯他们 劳伦斯是墨西哥黑帮的老大 和暗夜是宿敌 十几年前 墨西哥黑帮几乎被暗夜全灭了 后来暗夜由钻石文物走私 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军火走私组织 两大组织之间 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劳伦斯一直想取代暗夜 最近这几年小动作是愈发的频繁 我已经顺手轰了他们的防御系统 现在他们肯定已经乱成了一团 暗夜所有的防御系统也已经全部重新升级 你可以直接拿导弹去炸他们了 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方手中掌握有我们的一部分网络密钥 所以你们才无法防住攻击 暗夜一定出了内鬼 你要好好查一下 我会彻查暗夜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你身边的人有问题 防御系统所有最核心的代码 全都出自肖莫黎之手 暗夜所能接触的人并不多 肖莫黎微微眯了眼 半嗓 淡淡地嗡了一声 这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要先回去了 我听萧辰说 你老婆很可爱啊 什么时候带小白兔出来一起玩啊 肖莫黎反手往他肚子上揍了一圈 回去再跟萧辰算账 我又不会吃了他 干嘛藏那么严呢 肖莫黎警告地扫了他一眼 转身朝外走 粗然撇嘴 这个人真是重色轻友啊 肖莫黎从暗夜出来 就直接让人将他送往机场 他的私人飞机一直在那等着 车子开到中途 突然顿了一下 肖莫黎敏感地察觉到不对 强烈的危机感 让他抬腿飞快踹开车门 直接从车内跳了下去 砰的一声巨响 刚才还在行驶的车子 瞬间就炸成了碎片 肖莫黎虽然及时跳了出去 但是距离过近 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波及 身上的衣服瞬间被写尽透了 苏然接到肖莫黎的电话 迅速带人赶了过来 看着远处熊熊燃烧的车子 脸色异样地严肃 医生给肖莫黎处理了身上的伤后 肖莫黎脸色惨白 穿好衣服 剩下的你处理 我先回去 苏然都想揍他了 他胸前和背后被扎进了几十个碎片 人都快被扎成筛子了 还惦记着回去找老婆 你想见他让肖臣把他送过来 何必这么折腾自己 会吓动他 他这点小伤倒是没什么 安子齐如果看到他们一群恐怖分子 一定会吓死 他们在针对你 你小心点 注意你身边的人 他们想攻破暗夜的防御系统 就只能从肖莫黎的身上下手 这次是他们大意了 肖莫黎敏川点点头 整理好衣服就直接朝外走 苏然无奈 只好家派人手将他送到了机场 安子齐休息两天之后就接到通知 秦岛和剧组已经从C市赶回来了 接下来他们要赶拍在影视城的戏份 叶无哥的扶生已经拍摄完 进入了宣传阶段 这天他们正在拍摄 叶无哥跑到片场拉人 今天晚上本市有个电影节 这是扶生的第一场宣传 人必须跟我走 滚蛋 都不是什么女主 缺一个女配宣传有什么影响了 我这边还赶着拍戏 放屁 影响大了 于是 安子齐和一众剧组人员 再次围观了两个大导演 毫无形象地撕了一顿之后 最终情岛战斗力不足 惨败 安子齐被叶无哥直接从片场拉走了 将他栽进车里 拉到了一间礼服店 叶导 宣传个电影 还要穿礼服啊 你跟老子一起走红毯 不穿礼服 你好意思吗 叶无哥白他一眼 随手折其中一套浅粉色的礼服 让店员带他去试 重点是 他看过组委会的名单 白心儿竟然也会出席 肖默黎不在 他可不能让那朵白莲花抢了风头 借过礼服换了出来 叶无哥眼中闪过一抹惊艳 相当孔雀地说 哎呀 老子眼光果然好啊 就这套 把安子齐丢给造型师 然后他又打电话 让人送了珠宝过来 等安子齐化好妆 做好造型 造型师原本还想推荐一套店里搭配的珠宝 毕竟像夜岛这样的 豪爽的连价格都不问的顾客 可不太多 而叶无哥直接拿出了那套准备已久的粉钻 让造型师看得眼睛都直了 慌忙接过来 他做这个行业 接触过的奢侈品绝对不少 一眼就看出来 这颗粉钻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光明之海 价格不可估量 哎 收起你的眼神 不然小心你第三条腿被打断呢 结账的时候 看着账单上那数不清的铃 安子齐张大了嘴巴 夜岛 我很穷的 找你男人报销 安子齐闭嘴了 反正他也说不过夜无哥 不想和他争论这个问题 大不了以后免费给他拍戏了 就当还他钱了 夜无哥刷过卡 带着安子齐赶去电影节 好巧不巧 他们的前面正好就是白心儿 白小姐 请问对于前些日子网上流传的那些 穿着玉衣在大街上的照片 你怎么看啊 白小姐 对于网上议论照片里的人就是你 你有什么看法 白心儿在心里已经将那些记者骂个半死了 这些人是故意来砸他场的吗 脸上却是依然保持着营业笑容 谢谢大家关心 对此我的经纪人已经回应过了 丑人多作怪啊 白心儿话还没说完就直接被打断了 夜无哥毫不客气的拉着安子齐往签名板前一站 所有的媒体立刻哗的一下围了过去 将白心儿亮到了一边 夜老 您的意思是说那照片上的人是白小姐吗 你自己没长眼睛吗 这话虽然没明说 但是隐藏的意思却是不言而喻 安子齐在一旁内心鼓掌 夜等你太牛了 这就是当转大脸啊 夜无哥在媒体面前一向狂妄 那记者也不在意 反正只要挖到第一手的八卦就行 接受完采访 夜无哥带着安子齐他们进场 这个电影节本来就不大 两个人几乎是刚进去一会儿就碰到了白心儿 白小姐 蹭红毯好玩吗 夜等 我是受主办方邀请来的 没有作品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连红毯上的记者都只能问一些八卦问题 就算你不要脸 也要替桓宇考虑一下形象啊 安子齐在一旁看好戏 夜等的战斗力简直不能更高了 一针见血 见血封喉啊 白心儿的一张脸都气得扭曲了 夜等 我去你说话之前 还是先想想自己的身份 夜无哥之前一直自立门户 他想演他的电影必须给他愿意 所以才一直忍着他 现在他既然已经加入环宇 他想演 不过是肖默离一句话的事 自然也不用再忍着他 你又以为自己是什么身份呢 既没有演技又没有什么代表作 还敢自称什么国际巨星 国际巨星要是你这样 全球人都要哭啊 一大把年纪了 早点回去洗洗睡吧 安子齐在心里再次默默地给夜无哥点了一百个赞 夜无哥说完也不管白心儿的反应 撇嘴拉着安子齐到另一边 和几个消熟的导演打招呼之后 帮安子齐他们介绍认识 留下白心儿一个人在原地气得直发抖 夜无哥和那些人聊得愉快 安子齐无聊 到一旁找陈寒和刘诗奇聊天 夜导啊 这部戏马上就要上了 明年可有准备什么大作呀 有啊 我派时光恋人怎么样啊 萧夫人的作品啊 那要恭喜你了 有没有想好的女主角 你又看上哪个小姑娘了 想遣人 还是绳绳吧 说着朝白心儿抬了抬下巴 贼水不留外人钱 那篇不正好有个吗 哪轮得着你去钱呢 夜无哥撇嘴 演技比猪还死板 用了呀 这电影就彻底完喽 一群人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没有点名 白心儿也知道 说的就是他 气得差点没吐血呀 另一边 杨晓今天刚好也在场 为他的另一部电影做宣传 看到安子齐就过去找他 除了刘诗奇是JK的 他们几个人都是还宇的 聊得倒是挺愉快 白心儿不是还宇的意见吗 子齐 你敢手撕白心儿 也是真牛 那是夜导撕的 我只是观战 哎呀 我觉得他很小心眼 就算不是你撕他 你站在旁边看着他被人撕 他肯定也会恨你的 安子齐倒是不在乎 反正就算没有今天的事 白心儿也早就恨死他了 哎 真不知道那些男人们怎么想的 都把他当女神 刘诗奇说着 看向一旁的陈寒和杨晓 不是他嫉妒白心儿 女人的第六感让他觉得 白心儿仗人很不舒服 对啊 你们男人到底怎么想的 别看我没有 陈寒和杨晓一口同声 他们真的很无辜啊 入口处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迎的场内众人都朝那边看过去 安子齐也好奇扭头 只见媒体一阵闪光灯狂闪之后 就见到肖茉黎从那边走了进来 肖茉黎正要上前 白心儿却是突然从一旁跑了出来 茉黎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发烧还没好吗 你不在 我不想一个人在家待着 虽然两人说话声音很小 但白心儿作为还宇的一姐 刚才叶无歌手撕了他 这会儿就看到他又跑到肖茉黎面前 众人自然以为他是去告状 都等着看好戏呢 喂 他该不是去告你的状吧 想告就告吧 肖茉黎如果因为白心儿而迁怒于他 他也无话可说 大不了他离开环宇就是了 没事 有师兄召你 谢谢师兄 没事 大不了 到时候我介绍你来我们JK 好啊 那边肖茉黎一直注意着安子齐 看到杨小和他有说有笑 谋色更深了 不会让人留意 你不如归 那边肥无故 优优独播剧场 成功 你不能选述